念佛 功夫 前身 不是时间久 老修行不是的 功夫确实 在这一念呢 纯不纯 古人讲 敬念相及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就是那一念 能不能相应 什么叫相应 敬念就是相应 大师之菩萨所说的 敬念相及 敬念是 清净心 这一念相应 我们今天念佛 念的再多 心还是不清净 那我们是 敬反过来是会 我们是会心念佛 染物心念佛 所以那个效果 跟敬念呢 那就差得太远了 还是我们放不下 还是我们 使不着这个世界 这经上明明告诉你 与一切 事出事 中 无有论比 我们对于 事出事 一切法 总是牵挂住 总是不能放下 没法子 真放不下 为什么呢 我天天要生活 我还有明天 我还有明年 你想的太多了 要什么个想法呢 我在前面 跟同学们说过 映光大死 每一天想到死 我从这地方 有点领悟 我每天想到 今天 是我在这个世界 最后的一天 没有明天 明天早晨醒过来了 怎么又有一天 这是最后的一天 决定不去想明天 决定不去想明天的事情 只有今天 今天我该做什么 应该念佛 求生净土 其他的事情 应该放下的干干净净 为什么 一切又违法 如梦幻 无论是顺境 逆境 逆境 善云 我远 平等的方向 我们回归到 今年相继 这个效果就大了 为什么 每一念跟阿弥陀佛 都相应 真的 古人讲的没错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心足 心事 心本来是佛 我今天念阿弥陀佛 就是做佛 我本来是佛 我现在要做佛 岂不当下就是吗 所以这个跟禅宗一样啊 原理相同的 中文老师常常看问学生 你会吗 尽忠也不留 你会念吗 会念跟不会念 差距很大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接触很多大众 提出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废话 都是妄念 妄想 都应该放下 你修净土了 你还会有这么多妄念 你没修啊 那我为道场 为众生 还是假的 为什么呢 如果是 尽念相机 你肯定得 诸佛如来 加持 阿弥陀佛 互念 龙天善神 帮助你 处理这些杂物 不用操心了 一心转念 我们也相信 不出三年 你成功了 你做佛了 这个道理 不能 不知道 金上将的字字句句 是真理 心作心事 这一句 是尽忠理论的核心 你为什么王神能称佛 道理在此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